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今天的表现比A股好 可以升147点报17664点 国企指数升54点报6052点 科技指数升49点报3874点 带肆成交有796亿 看到今天的市场 早上曾经升300多点 但之后的升幅不断收窄 最终只有147点的升幅 市场继续关注尾巴爆发军事冲突的事件 今天看到三桶油 中石油升1% 中海油升0.8% 不同大汉对今次的军事冲突 都有一个意见出来 高成最新说 不预期对石油市场库存 有即时的重大影响 但事件升级将影响着以色列和沙特阿拉伯的关系正常化 以及沙特阿拉伯的石油增产 该行继续预测 波兰特企有加价 明年6月升到每桶100美元 并指出事件未影响目前全球石油生产 摩根斯丹尼说事件对石油供应的短期风险有限 基于以色列和铁尼伦国不是铲油大国 但若冲突蔓延到其他地区 情况可能会改变 巴克雷表示 冲突将会降低市场 对于意大利和沙特阿拉伯关系正常化的预期 将降低沙特阿拉伯在石油政策的进取性 看完油股之后 再和大家看一只碧桂圆 今天下午见到电幅是不断扩大 收市都要跌一成下来 而且是挨近全日最低位 收市部在7号五仙 碧桂圆公布有4.7亿元的到期债项 本金还未支付 与其无法预期 或者在相关的宽限期内 履行所有境外债务款项的上付而无 该等未付款项可能导致相关债权人要求相关债务的义务 加快履行或者采取强制行动 公司亦表示 在行业销售环境未明显得到改善下 面临资产储置出售的重大不确定性 预期流动性 中短期仍然紧张 这次碧桂圆与其还不到钱 令到今天股价越跌越多 看看稍后的时间 会不会跌幅继续发展下去 最后和大家看看移动股 今天看到美图公司的升幅都挺大 升了一成一上来 原因昨天发表了自然的AI视觉大模型3.0版 将全面应用在尾图旗下的影像和设计产品 并且将落地于电商、广告、游戏、动漫、影视五大产业 董事长亦表示 视觉大模型将会在2026至2030年进入应用普及的成熟期 届时会成为设计和创意的标配 今天看到美团的股价创超过两年半的新高 最高达到4.04 收市亦布在3.86 接着跟大家看看 实践成交今晚最弱的股份表现 今天看到中海有升0.8% 布13.5.2 京东升1.4 布115.4 南方恒新科技升1.3 布3.8 比亚迪升0.6 布236.6 友邦保险升0.07 布67.3 恒新中国企业升1.61.36 阿里巴巴升1.5 布83.4 美团升3.1 布112.3 腾讯升0.3 布308.2 应付基金升0.8 布18.32 今集就跟大家谈住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谢谢观看